综合外媒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 俄方当天已经批准美方 对因涉嫌在俄罗斯重视间谍活动 而被拘留的美国公民进行领事探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号表示 美国要求俄罗斯立即遣返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并寻求其被拘的合理解释 蓬佩奥当时还补充说 美方希望在未来几小时内 获得与该名美国公民进行领事接触的机会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网站 2018年12月31号发布消息说 该机构于12月28号在莫斯科 抓获美国籍间谍嫌疑人保罗·惠兰 俄联邦安全局调查署 以依据俄刑法中间谍罪的相关条款 对惠兰提起刑事诉讼 目前对此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根据俄罗斯刑法相关规定 如果外国人或无国籍者收集 窃取保存 并向他国境外组织及其代理人 传递包含俄国家秘密 或危害俄国家安全的情报 需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年 据华盛顿邮报 原言美军门舰内容报道 美国公民保罗·惠兰 1994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去过伊拉克 他在案与盗窃有关的一些罪名 被定罪后 于2008年被开除军级 报道说 惠兰从2007年起常来俄罗斯 不寸刑